SpaceX在放了很多次烟花后 终于成功地掌握了精确回缩火箭的技能 每次在看到那个有15层楼高的吸管子垂直降落在圆形的靶心时 都有一种十分魔幻的感觉 这也让我非常好奇 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结论 总结起来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另一个就是要开上设计精良的火箭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 从菜鸟熬成老司机 你需要多久呢 Ilon Musk教出来的答卷是4年半 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枚叫做炸猛的火箭实验器 从2012年下半年起到2013年的秋天 这款大致模拟猎鹰9号第一机尺寸 装着梅林EC发动机和固定支撑脚的火箭 一共发射了8次 从直空3秒增加到直空79秒 从直人勉强升升到特朗普头顶 一路延伸到744米的高度 这就算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 到了第二阶段SpaceX就开始把炸猛 改的几乎跟真正的019号差不多了 用新一代的发动机装上可收放的直升脚 顶部也加上了控制姿态的隔三 从2014年4月到8月 这个被称之为F9R-D1V1的火箭 一共飞了5次 最高飞到过1000米 并且几乎都成功了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 在第5次实验的时候意外放了一次烟花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炸出来的也是经验嘛 实验火箭正好没了 那咱就拿真火箭来飞呗 于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实验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用真正的火箭 利用每次实际的发射任务来进行测试 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 你学车之后终于要上路了 之前在机器上模拟驾驶的载豪 在家校场子里圈圈绕的载顺 一上大路都不一定零 SpaceX也是这样 从2015年年初一路炸到了2016年的春天 才最终让自己的烈鹰9号 稳稳的立在了海面回收平台上 终于算是把经验值都攒够了 于是接下来的路就顺利多了 2017年火箭回收成为常态 2018年除了回收成功率 保持在百分之百外 着陆精度更是提高到了10米以内 要知道这项指标在5年前可是10公里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SpaceX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回收火箭的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经验 第二个原因呢 让我们看看烈鹰9号身上 到底装备了那些黑科技 才能让它从大气层边缘精确的 返回到着陆点呢 这里主要有六个 第一个就是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 所以推力矢量就是指发动机 所产生的推力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是个军迷的话 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了 在如今的战斗机上 它都快成标配了 推力矢量能够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能 对于像烈鹰9号这样 需要华丽转身 有着高机动性要求的火箭来说 这个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就是位于火箭第一级顶部的 八台冷气推进器了 它们靠喷出氮气产生的反作用力 来调整火箭的姿态 尤其是在第一级和第二级刚刚分离时 转身掉头就靠它了 至于谁还能把它玩出新高度 那就得要数瓦砺了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主引擎了 当烈鹰9号到达分离高度后 第二级火箭点火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 而第一级火箭的发动机呢 则熄火 接着通过冷气推进器 将姿态调整为底部朝下 开始不再爬升而是落向地面 重新进入大气层 此时为了减速进入大气层 以减少摩擦对火箭表面的二次损伤 九台煤灵发动机中的 其中三台又会重新点燃 推着火箭好让它迈一点下落 之后会暂时关闭 接着又在接近地面时 再次开启进一步的减速 直到最后把火箭温柔的放到回收平台上 第四个就是装备在烈鹰9号上的 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了 惯性导航系统会使用多种传感器 来测量火箭的位置 飞行方向和速度等信息 而全球导航系统 则会不断地收集火箭的地理定位信息 这些信息都会实时传到火箭的电脑里面 并跟预设的飞行路径进行比对 如果有任何的偏差 电脑就会及时地对火箭的方向和速度 做出调整 用什么来调整呢 刚才说到的可以随意开关的引擎是一方面 推力矢量是另一方面 还有被瓦力玩得很溜的氮气推进器也是 还有吗 有的 正好是我们要说的第五个 就是同样位于顶部的隔山旗了 还记得吗 这在SpaceX的第二阶段可回缩火箭实验中 就已经用上了 事实证明非常的有效 四个活动灵活的太子隔山旗 可以在火箭重回大气层之后 有效地利用空气动力学 来精确地控制这根管子的降落姿态 为10米精度提供了最佳的保障 那么第六个就是可以展开的支撑角了 不要小看它 因为临门一角决定了胜负的关键 它们使用碳纤维和铝制成的展开之后 跨度达到了18米 并配有特别的缓震器 来减少硬着陆时的冲击力 整个系统加起来才不到2100公斤 真的是又清又结实 还又好看 不得不说 Elon Musk有的时候 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 一次次地把我们的想象力 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在未来惊喜不断 我是火箭书 关注让你爱上科学 骑上一米火箭 跟着它一起冲出大气层 再一路伴随它回到地面 应该会很少吧 但前提是 你要么得是奥特曼 要么得是孙大神 可惜这两者你都不是怎么办呢 至少还有609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虚拟骑程的机会 自从SpaceX开始回收火箭期 它就一直在致力于向我们展示 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过程 如果你曾经看过的话 相信会有一种生灵骑径的感觉 不过这种生灵其境在早期的时候 是经常掉链子的 尤其是到了真正该高潮的时候 当海上回收平台 开始在09号的反推发动机的冲击下 震动起来 火焰进入画面 我们期待着火箭 马上就要站稳在摄像机前面时 彩条出现了 画面凝固了 信号不合时意的丢失了 像不像是电视剧放到两个大BOSS 刚刚要放出大招 就直接黑屏出字幕 30分钟以后 当屏幕再次亮几时 胜负已定 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 大家自己猜取好了 反正我的预算是省下来了 SpaceX看起来也是这样 当信号再次接通时 我们已经看到09号站在甲板上了 最关键的那部分 不好意思 信号可以暂停 它可不能暂停 已经完成了 所以SpaceX也是为了省预算吗 当然不是 如果它真要省 那干脆从一开始就不直播刷了 既然要直播 就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画面吗 更何况还是触地瞬间那么重要的画面呢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工程难题 而SpaceX解决它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啊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 当09号起飞一路向东飞越大西洋时 它会先将摇测数据和视频信号发送回它的起飞地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地面接收站 直到越飞越远 信号质量也越来越差时呢 便切换到了离它更近的海上无人平台上 此时它两之间的信号传输 靠的是穿透力较强的S波段无线电来完成的 相比起其他无线电波段 S波段更不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影响 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卫星 气象雷达和飞机通信这种 需要穿透较厚大气的环境里 但是它也不是万人穿啊 当正常的大气被电离变成一堵厚厚的等离子体强时 它就开始犯难了 而这种情况正是在快速落回到海上平台的009号 需要直面的 当将载荷送出大气层 自己掉头返航式 009号的速度将远远大于音速 大约是6500公里每小时 于是随着周围空气的密度越来越高 它与之摩擦的程度就越来越剧烈 这些空气分子被加热的程度也越加剧烈了 直到变成一层包裹在火电底部的炙热的等离子体 这些等离子体会倾向于吸收 而不是放过在它们之间穿行的无线电波了 于是009号与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 就要么满是马赛克 要么就完全断开了 这怎么行 一是视频直播连接近平台都撑不到了 等于就是完全失去意义了 二是更严重的 海上平台需要随时掌握火箭的方位高度速度等信息 才能够把自己稳在那儿等待火箭降落 信号都断了 你说两个瞎子碰在一起的概率能有多少呢 而且碰撞的那一瞬间相对速度还要得为零才行 所以SpaceX光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就下了不少的功夫 它们在009号上装着两个S波段无线电发射器 然后就不断的测试到底要放在哪儿才能更好的穿透等离子体的屏蔽 装在尾巴上肯定不成嘛 因为那儿的墙是最厚的 完全就没有机会穿透 装在头顶上呢 理论上行 因为这儿的墙最薄嘛 但是角度似乎就不是太好了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测试复盘修正 再测试再复盘再修正的一个反复很多次的过程了 直到找到一个最优解 SpaceX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会中断的 火箭载入过程 好了 但问题就这么全部解决了吗 事实上 火箭和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正常了 只是问题的一半 另一半是海上平台同远在美国大陆另一端的加州货商市的信号传输 因为那里才是视频真正被直播出去的地方 两者之间的距离长达5000公里 看来只能靠卫星了 SpaceX呢 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之前它使用一个定向天线 将信号从海上平台发射到卫星 这既要求强大的功率 也要求准确的瞄准 毕竟卫星这个目标 丝毫也谈不上大嘛 于是问题就来了 当恋意九号逐渐接近海面 需要在最后关头减速停下时 它将再次打开至少一台强大的煤灵引擎 从而造成巨大的震动 你说这个震动能不被传到海上平台吗 而平台这一震动 卫星天线也就震动起来了 原本瞄准卫星的信号就打偏了 于是信号中断彩条出现 原本的欢呼变成抱怨 非要等到火箭听闻震动消失 才能让人看个结果 这不爽嘛 所以这个音商SpaceX又靠什么来解决呢 幸好他们还有星链 虽然星链的初衷 只在为偏远的地区提供高速连接的互联网 但事实证明 它在将直播大厅与海上平台连接起来 也立下了奇功 这主要是在于以下这两个优势 首先星链使用的天线不是传统需要摇头的叠形天线 而是没有任何移动部件的相控阵天线 相控阵的原理咱们以前讲过 它利用了电磁波相互干扰和叠加的特点 来将颠簸指向不同的方向 于是实现了更精准的指向和更优良的抗震 从卫星之间的连接就变得更加稳定了 其次啊 星链卫星很多啊 使得天线可以无缝的在多个经过两地上空的卫星之间切换 要是第一个连接不上了 它就可以马上找到下一个 以此类推就再也不会掉链子了 我们呢也就可以一路骑着火箭 从大启程边缘完美的落到海上平台上了 希望很快呢能够骑上新舰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